所有服装 它真的是老油 我那時候跟酒店說得很多 然後一眼就覺得很荒唐 我的天啊 兒童意志遊戲書 I'm a mess 我今天起床之後發現也不是抽筋但就是很酸 前兩天雨條有給我一個這個按摩的東西 其實我不知道它正確的用法是什麼 Use your creativity 其實靠近小腿我這個地方超級酸 一樣就是所有身體服裝 就是要帶一點手提這一塊 所有服裝的地方 那如果是就是後備機這一塊的話 Hello everyone 其實已經幾天沒有拍vlog了 因為我上次買白咖啡喝完了 那我想說那我換一個口味試試看 我就買了雀巢的這個咖啡 然後我今天早上試喝完了之後 只能說這個真的好難喝喔 但裡面現在還有41包 我一點不知道怎麼辦 它喝起來的感覺很像單喝奶精各位 Random fact 今天的午餐是蔬菜咖哩 然後因為 因為某些原因 所以我決定還是泡了一個新拉麵 是蔬菜咖啡 反正我們要不要放幾多 我可以坐一會兒 你品牌 此刻然後就總會 Juisa 還來 我回來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只知道你會拍 等我一下喔 補個唇膏 你補個唇膏還是在畫面裡耶 後面那位 他今天沒有很正常 哇今天我們Crystal有眉毛耶 今天很美 我剛剛補上的 我也有眉毛 你手放下 今天的晚餐 我訂了一個好吃的 沒錯今天就是要吃壽喜燒 我這次是在YamYam Sukiyaki訂的 我先去洗個鍋子 這個盤子是酒店之前是為了要增進我們在隔離期間的用餐體驗 所以給了我一個盤子 然後今天是我第一次啟用它 是和牛 各位 這邊有一些丸子 蔥 香菇 還有一個烏冬 好喝 好喝 剛好今天酒店有給我們一罐啤酒 很好吃 黑表示 可以… 下你的呢 隨便到一樣 我吃一杯 我會稍微休息一下 我會不會讓你休息一下 在那幾個月 這邊有時候 我都不想要不要愛 我都不想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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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隔離的第幾天啊 第13天 14天 我過完三分之二了 OMG 首先呢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但是我現在的皮膚非常非常的差 非常非常的不穩定 我的額頭長了很多的 小痘痘還是什麼的 我會是覺得我的臉好乾喔 我自己覺得啦 我每次只要在不是很熟悉的地方睡覺 我覺得床跟枕頭套要負一部分的責任 大家如果皮膚不好的話 真的一定要定期換枕頭套 我自己是建議一到兩個禮拜 就一定要拿去洗一次 然後 我上一次買Panda Mart的時候 就順便買了這個保濕面膜 因為酒店這裡天天都開冷氣 那個臉真的很乾 這個是Hot Dollar Bowl的海洋面膜 我覺得還蠻保濕的 可是我覺得它的面膜本身沒有到那麼服貼 還是我就是使用方法錯誤還是怎麼樣 我之前用過我覺得最服貼的應該是OLED的面膜吧 可是OLED的面膜有點貴 所以很隨便的做完我的Skin Care 然後給大家看我現在就是 把它看得出來 I'm a mess 這樣好像回到大學的時候 現在是晚上的快要11點 我這次隔離比上次好很多 是我的做習時間正常很多 我這兩個禮拜幾乎都是12點之前就睡覺 然後早上大概七八點吧我就會自己醒來 這已經是很多年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了 而且我這次隔離還蠻有效率的 白天的時候很有效率 然後到晚上就變成這樣子 好累喔 我現在真的是老人 在我睡覺之前要跟大家講我最近在追的劇 我最近在追這個韓國的古裝劇 叫The King's Affection 它總共有20集 然後現在應該已經差不多出完了吧 我看一下 Yup 全部出完了 這個劇好像我之前沒看過其他類似的劇情 可是你就會覺得它有一點 嗯? 它的劇情狗血的走向好像以前似曾相似 這樣 可是它的題材又還蠻新鮮的 我也不知道 那主角應該是SF9的那個陸雲吧 這是我好像第一次看它演戲吧 我覺得它演技真的還蠻不錯的耶 如果我有冒犯到SF9的粉絲 我在這邊先道歉 我應該再看一集 再讓我看一集 我就去睡覺 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我要做我第四次的swap test 今天想要稍微認真一點 get ready好了 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不是在看那個 烈幕嗎 然後 而且昨天終於把它看到 剩下最後一集的最後大概20分鐘吧 心情有點就是 快點把它看完喔 這樣 大家還有推薦什麼劇嗎 我最近看了蠻多那個Marvel的電影 然後 還有我準備回去把那個機制老房生活給看完 我知道最近很多人在推那個華燈出賞 就是Agnes也很推 但是我有點擔心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那種議題太沉重的電影 說到議題沉重 但很多人也很愛看那種迷案追蹤啊X調查 然後我就覺得天哪 就是有一些人 就是很難想像這些人會做出這種事情 然後我一天就跟一眼在視訊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我跟他說你應該不會打我吧 然後一眼就覺得很荒唐 這就很像是女朋友可能晚上睡覺夢到男朋友劈腿 然後早上起來就指著他說你怎麼可以劈腿的那種狀況差不多 沒有啦但我真的覺得就是有沒有暴力傾向 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我覺得在挑選另外一半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這是我媽特別特別提醒我的 要去觀察一個人 他在遇到壓力或是不順性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怎麼樣 因為有一些人他可能外表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正常 But when things don't go their ways they change 我那天在看新聞 然後就有人說 香港是入境最嚴格的地方 I have to say 我覺得香港的規定比台灣還要嚴格很多 是真的 唉 如果你最近要travel的話呢 Good luck 我們每一次開會都是我在拍片的時候 很假掰欸還扣扣子 現在時間大概是6點45分 不知不覺的就已經天黑了 我今天笑了 623 我現在來選我左餐的影片我要看什麼 今天剛剛看完那個烈木 我前幾天跟EAN就是視訊的時候 他居然沒有等我 他就已經把那個機制老房生活給看完了 因為我回香港之後都突然發現我之前download的那個老房生活都不能看了 然後才發現原來在香港是看不到這部劇的 那今天又是一個月一次的Surfshark廣告時間 剛好我今天要用它 所以就直接實際操作給大家看 那簡單的說一下Surfshark它是一個VPN Service 除了他們有像Surfshark Alert這種功能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還有個人帳戶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我現在要示範的就是在一些比較大的串流平台 他們在每個地區都會有不同的資料庫應該可以這樣講 像我現在在Netflix上面如果我要找機制的老房生活Prison Playbook 對是不是完全都找不到這部劇 然後我就打開Surfshark 然後我就選擇United States 然後我就連 那現在Netflix就會覺得我人在的地方是美國舊金山 重新打開一次 這個時候我再去搜Prison 有沒有看到 它就出來了 現在大家如果用我的Jacoma Clumsy 就可以得到83%off 然後外加三個月免費 我會把所有的資訊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好 八豆腰 八豆腰 我現在是SUPER童歐啊 我的天啊 我的冬瓜茶現在只剩下五分之一杯 其他全部都在袋子裡了 OMG 你有沒有看到嗎 雖然說我之前一直在DIS說的這間酒店的東西很難吃 但是我必須要說最近幾天我有吃到還蠻好吃的餐 希望他不要讓我失望 然後我不懂為什麼每一天的菜都要有紅蘿蔔 早上那時候就跟酒店說我對紅蘿蔔過敏 我現在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隔離期間收到的一些有趣的東西 這些呢 等我一下 我有點忘記 但好像是每個禮拜會有一個 我的酒店會給我們一些小東西 就是讓我們不要那麼無聊 那他包括什麼呢 首先我第一個收到的是這個 兒童意志遊戲書 裡面就是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迷宮 三角形迷宮啦 蜂巢迷宮啦 圓形迷宮啦 然後有初中高級迷宮等等 他可以訓練觀察力 培養思考能力 鍛鍊專注力 還有提高推理能力 然後還附了一個鉛筆這樣 然後第二個收到的是這個 木頭的拼圖 看起來很花時間 不過話說回來 在quarantine的人 本來什麼都沒有時間最多吧 對不對 然後我昨天 剛收到的是一個這個新的 樹毒 玩樹毒我是覺得沒有問題啦 但是這個樹毒總共只有16格耶 怎麼辦 我現在有點想要吐槽酒店 至少應該給那種 給大人玩的樹毒吧 好 其實我真的是有事情要做的 但是我實在是太好奇了 其實我真的是有事情要做的 我算了 我真的沒有手工藝的天分 這個比我想像中的還要難 我跟大家道歉 雖然有點 這好像有點鐵麥 但你們可以看到嗎 就是這個異味性皮膚眼還是濕疹又回來了 可是房間裡面一直都開冷氣吧 就變得很乾 這個是我之前在飛機上面拿到的Body Lotion 其實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前兩天啊 前兩天它是那種會像破皮出血的那種 我現在好像是隔離Body16天還是17天 老實說隔離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的痛苦 可能我本來就是一個很嚴肚的人 這大的痛苦應該跟台灣那時候一樣 就是食物跟洗衣服這件事情 因為我是一個很需要衣服保持方向的人 所以不能夠隨時隨地想要洗衣服就洗衣服這件事情 讓我感到非常的困擾 你們有感受到我覺得今天酒店的冷氣很冷嗎 我現在已經沒有functioning brain cell了 所以我已經就是不知道拍什麼了 等一下應該會花一些時間剪片 因為我大概還有四五支片吧 就是還在production裡面 希望隔離結束的日子趕快來 希望可以早日結束隔離 然後回歸正常的生活 雖然發這支影片的收音應該已經過了 但是 Merry 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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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Christmas